我再跟大家说一下 我上课的所有的内容 在我的网上都有 然后大家可以把 我网上的notes 可以把它download下来 然后好好地看一下 如果我会写中文的话 我肯定会把它写成中文 但是实在不好意思 12岁的时候来到澳洲 所以中文真的不会写 所以真的抱歉 OK 那个咱们现在证明这个对吧 咱们证明这个红色的这个东西 证明红色的东西 那我们就把它写下来 我们就写h pheta g 什么 pheta g 要减去 如果这个东西要大于它的话 那么这个东西减去 h of theta pheta g 就要大于等于零 对吧 我们要证明出来这个东西 刚才咱们已经说过了 这个东西 h的定义是什么 是 log of p of z of z onditioning on x and theta g 对吧 乘语什么 乘语是 p of z on x pheta g 这就是前面那部分 对吧 这是前面那部分 减去后面那部分 后面那部分是什么 是log of p of z conditioning on x and theta 乘语 p of z of x and theta g 它们两个东西的区别 只有一个 在哪呢 就是 这个是 theta g 在这儿 这个是 theta ok 我再帮大家画的比较明显一些 就是这个是 theta g 那么这个出现的 theta g 这是个theta 它出现一个 这个theta ok 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 ok 然后呢 大家一想 诶 这能怎么去简化的 你看这个部分 跟这部分是一样的 对吧 都是p of z conditioning on x and theta g 所以就可以把它并在一起 那这个部分就可以写成什么 log of p of 一个大的括号 对吧 括号在这儿 p of z condition on x and theta g 除语 简直了吗 是吧 是p of z of x and theta 乘语 大的括号在这儿 乘语个什么 p of z on x and theta g ok 是吧 这个部分 当然要写个d z 了 z ok 是吧 我们现在要这个东西 我们最后证明出来 这个东西要大于等0 对吧 但这个东西 我们怎么去 再去做下去呢 怎么把它再做下去呢 首先啊 我换个符号 我把这个分子跟分母互换一下 如果log of a 除以b 就等于 负log of b 除以a 对吧 所以我把 如果把这个 跟这个底下的互换的话 我一定要加上一个 我前面也要加上一个简号 对吧 没错吧 没错啊 ok 然后这个 我干嘛要干这个事儿 是这个 现在要跟大家说一个 什么东西叫 jensen's inequality 呃 不知道中文叫什么 但是可能大家都见过这个jensen's inequality 它是这么一回事儿 呃 我们现在有这么一个函数 对吧 有这么一个函数 呃 当然这座坐标还不是 我函数还没画呢 呃 如果 你的函数是这个样子的话 这个函数就把它可以叫做什么 首先啊 就是我再跟他说一下 这个这个 fool log of x 就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对吧 长得就是这个样子 这种函数叫什么 这种函数叫 convex 中文函数叫convex convex function convex function的定义是什么 定义 呃 我再插去嘴啊 就是说 大家如果对convex函数有兴趣的话 可以去那个 Steve Boyle 他有一整套的那convex 呃 那个convex的这个这个 function的一些的一系列的这个讲座 大家可以去听一下 而且还 Steve Boyle 还有一本非常好的convex那本书 大家也可以一起下来去看一下 convex convex 寒数是这样 就是说你如果在这儿任意画两个点 你去画一条线的话 ok 然后这个一条线上任何的值都要比你这两个点做一个掐了这么一条弧线 他任何的值都要把它高 ok 都要把它高 不管你是画任意的两个点 你画一条线 那条线 它的值一定要比你这个弧线而高 ok 那这个东西在数学上它的意义是什么 是这样 就是说这个点对吧 我们可以叫做x 还有f of x ok 然后这个点我们可以叫做y of f of y 是不是啊 这是个x f of x 这是y f of y 是吧 所以这个比如说就叫x 这个比如说就叫y 是吧 ok 然后这个f是一个convex函数 convex函数 那么刚才咱们说了 我们说的是什么呢 我们说的就是 这个函数的这个线的值 一定要比这个函数的值要高 对吧 那么线的值在比函数高 那么如果假设我们现在有这么一点了 而且他说要在任何的这个值上面 它都要比较高 那么咱们现在就用一个差值的函数 ok 大家如果学习过computer graphics 图形学的话 大家都知道 如果你要画一根线的话 怎么样 你就从这点到那一段点 弄一个辅助变量 这个辅助变量叫p p从0到1 对吧 然后呢 你p从0到1 然后你各取个值 ok 各左边跟右边各取个值 一个比例的值 那样 你就可以画一根线 对吧 这样的话我就是画就不多讲 我就直接写公式 这条线上 这个东西 它是什么样 跟什么样做一个差值 它是跟什么东西做一个差值 它是f of x 跟f of y 里面去做差值 对吧 你看 它其实是这段距离 跟这段距离做一个差值 对吧 这段距离跟这段距离 错个差值 2 然后这段距离 这个值就是f of y 这段距离就是 这段距离f of x 这段距离就是f of y 那么这样 我们先弄个p 这个p要大于等于0 小于等于1 对吧 那然后我们就做差值了 那么这段差值就是什么 就是 我们p 1-p 对吧 1-p 乘以什么 f of x 对吧 要大于等于 加上 p 这个f of y 这样的话 我们就可以在这条线上做差题 对吧 然后这个是什么 这个是 一个函数 一个函数 里面的x跟y x在x轴上 对不对 平轴上做一个差值 对吧 平轴上我们继续这样画 1-p 的x 加上什么 p的y 对吧 对吧 这个 OK 所以这个 就是这条线 底下的就是这个函数 所以刚才咱们说了 不管你的p是怎么样 p从0到1 就是两个就这样 这样这样这样 这样 这样 大家能够明白这个意思吗 就是0的时候在这儿 1的时候在这儿 然后就这样 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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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它就会这样这样 然后咱们看看 其实你可以把现在就p把它想成 这就是这个就是什么 这个就是 它函数的期望 OK 这就是函数的期望 而这个呢 是 期望的函数 OK 以期望做变量的时候的函数 我就简称就叫期望的函数 OK 大家可能听得比较绕口 但是看一下公式 想我说的话 再看一下这个我所写的那个notes 你们就明白了 OK 是吧 OK 所以这样就这样 那么 我再提醒一下 这个只有这个f是convex的函数的时候 它才有这个性质 如果你的函数是这样 128的话 它没有这样的一个性质 OK 那么在这里面看的话 如果这个是convex的话 那就说明什么了 它就会大于等于什么 你看我们现在这个是什么 这个就是函数的期望 对吧 我们是对这个函数 以这个概率做期望 那么就会大于等于 fool log 还有什么 我们进来要对这个 fool log什么 z 然后是p of z 费一下 除以p of z condition of x and theta g 对吧 乘以p of z condition of x and theta g 是吧 对吧 函数的期望大于等于 期望的函数 是不是 我们说 这个和这个取消掉 然后里面就是一个什么 概率的分布 概率分布应该等于多少 等于1 对吧 然后就大于等于 fool log的1 就是大于等于0 对吧 我们就证明好了 这个减去这个大于等于 这个 ok ok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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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